这个从天而降的女生只是掉到男生的桌子旁 下一秒他就极其心脏 发现男生会缝衣服的他二话不说就开始自行宽衣解带 男主五条新菜在爷爷的感染熏陶下 从小就喜欢人偶 还喜欢给人偶缝衣服 可这爱好在青梅竹马眼里却是女孩过家家的游戏 就十分厌恶这样的五条 在那之后五条就只有人偶作伴 不敢向别人透露出自己的爱好 也交不上朋友 连爷爷都开始担心五条的社交情况 上学路上有人跟五条打招呼都只是因为对方认错了人 由于五条与同名人的喜好格格不入 还是全班的冷场王 因此在高中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交不上朋友 五条还在怀疑人生时 突然一个妹子从天而降 不偏不倚地飞到五条脸庞 这个铁头挖起来就关心起五条有没有事 还注意到五条手臂上的墨水 五条头一回和女生靠得这么近 瞬间就羞红了脸 直接就破防了 性格活泼可爱的喜多川海梦是五条的同班同学 朋友众多的喜多川让五条非常羡慕 五条感叹到自己和喜多川简直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喜多川虽然朋友众多 但是面对别人嘲讽自己喜欢的东西却毫不留情 这一点也引起了五条的共鸣 因为自己总是无法这样坦然面对别人 就算同班同学偷懒让五条帮忙打扫教室 五条也是欣然接受从来不会拒绝 碰巧喜多川也要留下来做职日 看到就剩五条一个人 在知道五条留下来的原因后 喜多川生气地告诉五条如果不愿意一定要拒绝 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 五条似乎也有所感触 喜多川的话一直在他脑海里挥之不去 五条家里的老师缝纫机坏了 隔天就悄悄找到学校服装室的用 就在五条准备为自己的人偶做衣服的时候 五条吓得把自己心爱的人偶都差点弄掉 两人四目相对 此时五条深知自己的秘密藏不住了 可喜多川突然开始喘着粗气 心酸的夸五条居然会用缝纫机 五条也展示出自己的宝贝人偶 没想到会受到喜多川的欣赏 知道五条会给人偶做衣服 喜多川二话不说就开始更衣 这突如其来的福利让五条紧张得满头大喊 原来是喜多川向五条展示出自己才的靠服装 五条以自己专业的眼光看完对比图后大为震撼 觉得衣服才得太业余了 专业并又犯了的五条开始对喜多川评头论组 喜多川因为喜欢二次元想办成自己喜欢的角色 但无奈自己做衣服的技术有限 便请求五条能够帮他做衣服 五条一想到有一个这么赏识自己爱好的人 思考片刻后就答应下来 喜多川立马开心地向着三百斤的巨鹰 接着五条问到这是哪个角色 施衣等等阻人呃登女学院 大喊是智慧 Club 大喊是 niez Sek 何ですって